Hello 大家好 我是蘋果Apple 相信大家的心目中都會有一間最夢想最想要的家吧 我呢 就是想要一間大幫過 今天呢 就要來帶大家看一間現代歐式獨立式洋房 Let's go 哇 你看這個大門 它有這個雕花的設計 而且還有這個金色的highlight 這樣子的家就是仙女才住的呀 那我們來看看裡面吧 哇 你看它的客廳好大好漂亮哦 所謂盯亮宅望 那客廳呢 作為家人休閒還有客人來訪的地方 所以在設計方面呢 他們就保留了左右兩邊的落地窗 讓陽光可以照射進來哦 那整體上面的風格呢 都是走簡約的歐式風 是利用乾淨的白色還有高級的金色來做搭配哦 非常的優雅好看 來到這個玄關的位置呢 它就有這個鏡子墻 可以讓整個空間更加的寬闊哦 來到飯廳這個位置 你看這裡是什麼 這個是酒櫃 而且你看的是超高挑的設計哦 最上面那個我真的是拿不到 而且它的門呢 是玻璃門的設計 這樣子呢 裡面的酒你就可以看到一目了然 然後朋友來家裡聚會的時候 或者是你生意夥伴來家裡攤生意的時候 看到這一副酒牆 就會讓你覺得非常有排名 廚房呢 就分為乾濕兩個廚房 那乾廚房呢 它就利用這個八台的設計 來分隔客廳和廚房哦 另外啊 我還有發現 這個家有很多地方都有這樣子的設計哦 這個呢 是PU噴氣 而且啊 它們還有加上這個金色的highlight 非常特別哦 這裡呢 就是私廚房啦 它就是延續了整個家的歐式風格 但這個私廚房呢 它是選擇了這個比較冷色系的藍色來做為主題顏色 這樣子呢 看起來就比較乾淨 而且很優雅哦 在一樓這邊呢 就考慮到了長輩要爬樓梯比較不方便 所以就在一樓這邊設了一個房間給他們哦 那這個房間呢 有這個落地的拉門 不僅陽光可以充足的照射進來 他們還可以直接拉開門走去花園裡面 然後早上還可以在那邊乘韻哦 這裡的櫥櫃呢 就是以深色為主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沉著 也比較符合長輩的身份地位哦 二樓的小廷呢 設計也非常的簡單清爽哦 而且陽光也非常的充足 一小人呢 可以坐在這裡 舒服的看電視也非常好哦 哇 這裡就是主人房啦 你看它一樣也是挑高的設計 而且呢 延續了整個家的簡約歐式風格 一樣呢 是以白色和金色作為主題顏色 來凸顯這個雅典唯美的感覺哦 你看這個睡床旁邊呢 就有這個小角落 因為呢 這裡陽光充足 所以在這裡閱讀呢 是最好的啦 這裡呢 如果不仔細看的話 根本都不知道這裡有一扇門呢 想不想知道後面是什麼呢 登登登 妳準備好妳的尖叫聲了嗎 登登 這裡就是每個女人夢寐以求的 Wall-in wardrobe 一走進來呢 就是這一個書中台 你看還有這個超大面的鏡子 而且呢 整個是以白色為主 非常的典雅大氣哦 然後這個Wall-in wardrobe呢 裡面還有兩個超大的全身鏡哦 保證讓你穿美美過後可以看到自己漂亮亮亮的哦 哇 你看這個鏡子的設計非常貼心哦 這樣子的話 妳可以上百六十度無視角度照得到哦 另外啊 它還有一個這樣子的設計 讓你坐在這裡 慢慢的調水衣服 還可以跟這裡穿鞋子 真的是女人夢寐以求的夢想啊 這裡呢 還有一個秘密小天地哦 平時呢 可以一個人坐在這裡 享受一個人的時光 喝一杯咖啡 看一下夕陽 思考一下妳人生的目標 這裡呢 就是浴室啦 你看這個浴缸的位置是不是很好呢 然後妳看到外面的美景 妳可以一邊趴澡 一邊欣賞美景 再一邊品嘗紅酒 享受一個人沒有人打擾的時光 太棒了 這裡呢 就是小孩的房間啦 他們是以白色為基礎 然後再加上這些卡通來做設計 他們有三種不同的設計哦 因為有三個不同的小孩 那隨著小孩年齡增長呢 也可以根據小孩的喜好 來做自訂化的設計哦 這裡呢 看似衣櫥 但其實不是哦 它裡面其實是廁所哦 這裡呢 還有一個非常歐式風格的鞋除哦 而且啊 它中間做了這樣子的設計 讓妳坐在裡面穿鞋子 非常地貼心哦 哇 這邊還有一個魚池哦 裡面有鯉魚耶 超漂亮的 哇 這個屋主呢 一定是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哦 在這個綠魚油草地上還放了這個鞦韆 這個鞦韆呢 是圓木定制而成的哦 這個圓木呢 它就可以適合放在戶外 讓妳在家都有那種度假的感覺 傳統歐式風格的裝修太過於高調 用於家庭裝修的話就太過於張揚 在現代風格裝修的空間中 適當地融入歐式風格的元素進行點綴 整間房子無論是室內還是戶外 都是以優雅的白色為主色 看起來更顯氣派